第四季 德國人對豬的意外 可以說是世界聞名, 無人能及 他們每年對豬的消耗量是世界第一 可能好像很誇張 但對於喜歡大舊肉吃 大杯酒喝的德國人 一點也不奇怪 說到做豬手, 德國人絕對是專家 就連放入爐的擺法都非常講究 師傅將一隻隻的豬手 打直地插在焗盤上 無論一次過過多少隻 都可以受熱關雲 德國人跟中國人一樣 喜歡吃燒豬腩仔 不過相比中式燒味的濃油赤醬 德國菜就只是把豬腩 用鹽和香草輕輕抹勻 之後就會放入焗爐 快點快, 豬手和豬腩都燒好了 看到它們外皮金黃 但又不會燒得太乾 真的看到也令人流口水 在德國那邊, 其實它對豬的話 就好像家庭和愛情那樣 因為每間屋都會有自己的農場 去養豬 好像在德國那邊, 情人節 他們都會找裝飾去扮豬 用來代表愛情 德國人喜歡用豬肉做不同類型的菜式 例如德國腸、德國豬手、德國豬腩肉 甚至是用來煨的豬肉都有 所以在德國那邊, 他們都會用豬不同的部位 用來煮不同的食物 Johnny, 我一看桌子就知道 你有好東西介紹給我了, 對吧 看到這個…Annie, 你應該會認識的 這是德國的鹹豬手 鹹豬手 對 很大隻 這是脆皮, 德國脆皮鹹豬手 這是德國的鹹豬手 鹹豬手 對, 德文的 就是Cryplos Pocknacle 另外, 這款是德國的豬腩肉 豬腩肉 也是脆皮的做法, 跟豬手一樣 德國的豬腩肉, 德文叫Klusten Barton Klusten Barton 這是德文的 德國那邊比較特別, 肉比較喜歡吃豬 是否也很長時間做 平時他們都會有心思去燒 其實因為我們都放進去焗 是, 焗的, 好 馬上有點熱 有沒有聽到聲音 對, 很脆 Johnny, 其實怎樣 一隻豬手, 使用事為正宗 德國豬手, 其實我們這裡用 全部都是德國運過來的 德國的肉比較… 皮就沒那麼肥 對, 吃起來的感覺就沒那麼肥 不同於其他國家的豬腩 對, 而且也是配德國的蜜糖芥辣 你看, 最好吃的就是皮 以為自己在吃豬腩 真的很脆 我平時也挺怕吃豬酒 因為我很怕肥 但是…你一切的時候 我第一天看到沒有肥膏 它的皮就沒那麼肥 對, 味道很薄 對, 味道很薄 而且肉裡面, 煮熟的時候 會令肉比較柔軟, 鬆化一點 就沒那麼肥 有德國的豬腩肉 有感覺是香港的燒腩肉不同的 不同的, 兩樣東西 它不會很韌 肉質就沒那麼乾 對 就比較脆 對 很脆, 很脆… Annie, 你知道嗎 在德國那邊 他們最受歡迎的豬腩肉 是嗎 對 像德國鹹豬腩 它的做法也有兩種 怎樣的 我們正在嘗嘗這個 叫做脆皮 是 另外叫做灑豬腩 灑豬腩 對, 在德國那邊叫做Ice Pie Ice Pie, 對 那邊他們的做法 灑了出來 會令豬不太肥 對, 而且肉質會很軟 是, 這些人會喜歡 可能想清淡一點 就會吃燒的 沒錯 我覺得今天太幸福了 也要謝謝你 今天可以看到這麼多不同的做法 還有豬手 還有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隻 謝謝你 謝謝